整理的第一條 包了才過癮好不好 包了才過癮 彩妝品 彩妝品應該是每個女生都會包 彩妝品 彩妝品每一個禮拜都出 一直出 這有什麼好包的 每個禮拜 因為每一季都出 誰啊 誰這麼笨 彩妝要包 不是包彩妝 是包包裝 是包裝 因為你知道 其實彩妝到後來 好不實際 不是 很實際 我要聽看看 我跟你說 因為你知道 女生在廁所都在比什麼 就在比補妝品 真的 不覺得她在哪一間的廁所 哪有 我看尤其是 我都比 妳來看 我今天的大便好漂亮 比那個 尤其媽媽會檢查 對不對 孩子的 對 會檢查寵物的 可是我覺得 諸國在外 尤其在日本 韓國 真的你在那個鏡子前面 你就會偷看那個 紅紅色跟拿紗的彩妝 然後這是我的 這好高級喔 妳自己說 是不是不論好不好用 都想買 可是我是真的 第一次看到她的本人 對 她一句廣告買很大 真的很 那我先說 我當時是鮮包紅色 這個 對 這是兩年前 那時候 蘭廉丁納還沒有進台灣的時候 然後我是看到一篇那個新聞 她如果是M呢 妳會買嗎 就不會了 或是W也不會 就是V才會 是喔 V跟妳的英文名字有關嗎 完全沒關 我只是想要東師笑評 因為那時候孫一貞有 然後聽說孫一貞有 請她的經紀人一定要幫她買到 因為那剛好是Christmas 兩年前的Christmas出的 他們今年有出這個綠色 那我就覺得紅搭綠 是不是很美 好美喔 可是我跟妳說 妳們現在如果去買的話 只買得到這一顆綠氣墊 但後面那個珠寶盒就沒有了 珠寶盒 對 因為那是要 它是一組的嗎 沒有 它就是手購 你手購在那一周 才會這個做 然後你要把它 裡面是什麼 它是要這樣穿出來 不是 不能這樣開是不是 它真的有點難 它有個鐵架 然後這樣子 像這樣 是不是 對 好不好 這防盜的 我剛剛滿想要硬搭 硬搭 妳要硬搭 買單 我心不醉了 可以駕在那個坐腳踏車那邊 可以駕腳踏車耶 腳踏車的輪子 剛好這樣子駕在這邊有沒有 對 這一個輪子嗎 然後我們就可以立起來 沒有… 這樣子一個就好了 真的 它就可以駕起來 真的就可以駕起來 這路邊很多耶 大家合併公園很多 它就可以兩用對不對 這邊駕腳踏車 它這個當珠寶盒 好像可以 而且那時候就是手購才可以有 而且手購它會逼妳 一定要買兩瓶香水 所以我後來想說 香水不知道是不是挫舟 因為它就硬要逼妳買 然後我就想說沒關係啦 反正我就是 有時候他們就會搭配這種 這是一種策略 策略 妳不是貢物專家嗎 對 我是貢物專家 可是為什麼腦部這麼弱 對喔 妳很重 我跟你講 我這個禮拜去 Balantino逛的時候 他們只有我送小鏡子 我就會覺得很爽 因為你們都只有鏡子 但是我有珠寶盒 那妳沒有連鏡子一起買嗎 我鏡子也買了 妳怎麼知道 也買 鏡子也要錢 也要錢 鏡子它不賣 妳也是要跟著氣墊買 他們現在正品都做得比 主商品更漂亮 對 然後妳就會很想買 這商品還好跟鏡子感覺 對 然後妳就跟他說 那我可以單買這個珠寶盒 他不賣妳 他說不行 妳就要買燈燈燈燈 燈燈燈 然後才送一個這個 對 然後我就想說 今年聖誕節的時候 妳看我就想這樣 我補妝的時候 就要這樣宏家錄 那我好奇 我好奇 這裡面的內容物都是一樣的嗎 我跟妳說 當時因為這個 我是從朋友從香港幫我 待一兩年前 麻煩天還沒進來 然後它只有比較深的顏色 然後其實完全不是我的色號 我就硬滿 然後我就硬滿 因為我就想要這個殼 這個色不是我的色 這個才是我的色 但沒有關係啦 反正就是 所以妳會用就好了吧 沒有 這個不能用 因為這個太黑了 不是我的 所以妳去廁所補妝的時候 妳都會把這些這樣 啪啪啪啪 對 放在桌子上這樣子 而且妳最喜歡就是 補妝的時候 別人會一直看妳的粉盒 到底是誰啊 到底是哪裡的廁所 就是會看妳的粉盒 然後就是那種 投射羨慕的眼光 妳就覺得這次值得了 對 妳這樣一直抱著 真的想拿回去 這個我滿心動的 想要拿車架是不是 滿心動的 對 好 表解了 好 再來 這一窗 這些包包是 這個是我的 那哪個瘋子 黑金系列 而且妳只收黑金 對 其實我每次都跟我自己說 不要再買黑金了 因為你知道 男人都是瞎子 就我每次只要買包包 我只要是買黑金的 我老公都覺得我沒有買包包 他都會說 我不是 這樣不是很好嗎 對啊 他就沒發現了 他給我錢 叫我去買我的生日禮物 他都覺得我沒有買 把錢A下來 我就說沒有 Baby我有買一個什麼 23公分 他說請問這咖跟這咖差別人 這咖跟這咖差別人 因為我頭髮 你說那個大咖跟小咖 對他來說都一樣 那我每次都跟我自己說 我一定要去搜一些其他的色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每次到那邊 因為黑金這幾年 是真的很保值 在二手市場 然後你每次只要聽到 你是買紅的 或是粉紅的 或是白的 然後那二手價都會 七折六折 但是黑金的價格 就是比較好 所以你的意思是 鼓勵我們只收黑金 因為它在二手市場 比較保值 也比較保值 如果你是一個很秀咪的 就是很會照顧 很會照顧包包的人 這些包包的人 對 然後我覺得也真的比較好搭 就是你搭配上比較好搭 那我要先講 我第一顆的黑金 是這一顆 這一顆BOY 那這一顆我必須說 它是紅拐帶騙來的 因為呢 這一顆是我第一顆香奈兒 然後那時候 其實是我媽媽的生日 想要送媽媽一個東西 那種我媽媽是號稱142公分 就是我媽媽非常非常嬌小 所以她的包包都不會超過20公分 那我那時候自己很想要買25公分的這個 然後我就突然想說 因為那時候對我來講就是15萬的包有點貴 我就打給我妹妹 結果我妹妹講說 媽媽要生日啦 那我看到一個15萬的包 我們一人出7萬 她說 7萬我有點貴 我說沒關係 因為媽媽生日11月 隔年的5月是母親節 我們就跟媽媽說 我們11月的生日禮物跟母親節 一起走 那因為我媽媽個頭很小 她從來不會帶這種初戀的包包 所以生日當天拿給我媽的時候 我媽好像有一點點覺得 好像不是很適合她 然後她就背了一兩次之後 然後1月不是剛好過年了 我就回娘家 回娘家我就跟我媽媽說 媽媽妳好像都很少背耶 妳可以借我背嗎 這樣說 媽媽說好愛借妳背 然後就一直在我家 就沒有回來 有這種地方啊 這樣子喔 這是妳妹妹 妳會半的錢耶 就一直都不怕差 就是這是我第一顆的那個包 我剛剛想說這個故事很像我說 對 就當然還是媽媽先用了 對 然後就是後來媽媽覺得太重 然後又覺得太大 然後其實這個尺寸我背 真的就是實在太剛好 真的耶 然後當然後來自己有錢賺錢之後 就沒有再用紅拐帶片的方式 那我要再講 再也沒想起要送媽媽的禮 也沒有也是可以送媽媽的禮 這個送媽媽這個比較適合 這個可以送媽媽了吧 這個我必須說 這個是我在日本 那時候跟我老公 就是疫情一開放 我們第一趟就是去日本 然後那天是 我還記得是 我們要去跨年 就是12月29 我們跨到1月3號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進了大阪的那個香奈兒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是不是日本Sales 好像有此一說啦 說日本有些Sales 不太會賣黑金的包給外國客 因為他們會想要把這個 比較保值的這種東西賣給他們 賣給當地人 對 因為他會覺得你就是可能 一身子來跟我買過一次 所以他們都會想推一些 比較限量色 那剛好我就是愛黑金 所以我去那邊的時候 他們就拿黃色啊 他們就拿綠色啦 一些奇怪的包包給我 我就跟他說我要Black 他說Oh sorry すみません No Black No Black 一直跟我說沒有 然後我就說 怎麼可能一間店都沒有黑包包 我們就又坐了捷運 去了新災橋 新災橋那邊 道頓覺得那邊也有香奈兒 結果他們也跟我說 すみません No Black 一直跟我說沒有 然後我問他們為什麼 他說 因為就是Christmas的時候 很多男生來買 包包送給女生 然後女生也會自己 買給Christmas 所以就叫妳老公去買 然後因為都沒有黑色 然後我老公說 你買個別色 他說有有一個黑色 他就拿這個出來 我對我自己包包的想法就是 最少要能夠放手機 對 那這個當時我的是 三星的那個 A423 根本放不下 我一回國就花三萬八 就再花三萬八 就是為了可以放下這一個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每個系列這樣黑金放起來很開心 那像這 這樣擺起來很漂亮 對擺起來很漂亮 那像這一顆呢 它也是意外來的 因為那時候不是22很流行 那我就是很想買22的黑金 結果我去的時候 那個售貨物說 22的黑金都沒有 它只剩白色的 那我不想買白色的包 所以呢 所以我就想說那 這是妳七雷 對 還是變色 還是原本是白色 然後後來退色 因為我就已經 這叫枕頭包 它是那一年19系列 他們出的一個 就是只有當那個冬天 才有出的 19系列的某一個 某一款的包 然後他就跟我說 如果妳有這個預算 因為那時候 22大概才17萬 現在漲了 他說如果妳有17萬的預算 那妳要不要看另外一款 差不多也是17萬的枕頭包 那我說好吧 那沒有22 那就買這個也好 因為這個就是裝起來 跟22差不多 這個媽媽應該會喜歡 對 媽媽可能還是覺得 太大了 太大了 這個比較嬌囂 對 媽媽比較嬌囂 所以就又買了這個 反正就後來怎麼買 都是黑金 所以就是我老公都會覺得說 感覺就是錢 好像沒有花在對的地方 他就覺得好像沒有變 對啊 沒有變 可是其實對女生來講 還是有變 因為22 23 21 都會背出不同的感覺